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是吃的几个 我是缺年 缺年 巴子肉菜 还有它的排骨 这些食材都很不错 巴子的饭 我是巴子肉店老板 我是在成都 都是第一家开巴子肉 所以到现在目前已经做了三年多了 因为成都的外産人比较多 山东的也比较多 现在回来在成都来开一个 因为让成都人都吃到巴子肉 我们的话还有东坡肉 巴子肉 然后有东坡粥子 还有排骨 猪铁那些都有 荤菜有十多种 蔬菜有十多种 总共应该有三十多种 上菜的话就是单点单算 然后不可以喜欢吃啥 点啥跟平平差不多 吃多少点多少的话 这样就方便 每个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食量 或者点自己的用餐 我们这个上餐很快 就几分钟嘛 两三分钟就可以出餐 巴子以前是在山东嘛 它也是一种地方名词嘛 牛肝脏以前他们结拜兄弟 是吃了巴子 这是流传下来 这个是五花的三鲜肉 我们一般都是切一公分后 十公分长 这个五花三鲜肉 因为也是为了把它做山脉 因为我们要炖两长小时 然后绑的话要绑两头 就保证它在做的期间 不会烂掉 不会散掉 用酱油啊 用酒啊 然后加上一些栗子的香料 然后炖出来 然后就飞而不离嘛 满货要炖三个小时 保证它就是说油比较少了 然后吃的话就不会那么腻 巴子肉的话它就是很糯 它不会很馋 东坡肉跟巴子肉做法是差不多 就是在配料上有点区别 然后它的肉的话 分部用力的肉的不一样 鸟不一样 只脚叉帮就快了 然后帮着它保证它不掉下去 就会了 因为这个全食物化的不帮的话 分成就会难掉 做多木肉先加点 葱还有姜放在底上 然后加上盖子 放置它粘锅 然后将东坡肉整齐的码在上面 加上酱油 我们都是用砂锅炖子的 保温比较好 我们炖的这些东西是 要满三个小时才可以解开 在中途是不可以解开的 也防止它漏气 中坡肉口感是微甜 非而不腻 老娘人小孩都喜欢吃 保守一点的话 中的肉来的话 应该也一天有一两百斤吧 是否会有点 黄金 准备了 我刚才有点 没有吃 粥子啊 五花肉啊 排骨啊 香肠呢 都做一点点 我在很多其他更有名贵的店 吃个烘烘烘 包括我去这家也吃了 但是我都觉得这家很不和我的口感 这点 肥而不理的那种感觉 成都的口味 毕竟跟山东的口味不一样 很多我们是改进了一些 像我们那儿有迷子的蘸水 就是有些四川想吃哪来那种 我们就有蘸水 然后提供给他们的 刚开始的话 知道的人很少 后来做好了的话 做经验过后 老婆可以就比较多了 老婆姐一直到现在 面临着马上要撤签的话 也不晓得好久要撤 反正就是 还是有点感情 困在附近不会太远 我相信我以后 一直会坚持住下去